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 创链上钱包 转账比特币 使用DeFi 这一切都像传email一样 简单快速 甚至免费 更顺者 如果你忘记私钥 还有办法找回来 报道我脑格 老观众都知道 我们曾经用过不少影片的时间 向大家介绍加密货币钱包的原理 公司要啦 燃料费 尤其是你的钱包注记时 如果遗失 你的币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这些观念 然而这些认知马上就要过时了 因为在不远的未来 很有可能 我们每个人都会用着 不怕忘记密码 不用ETH gas fee 开钱包可以像 Gmail开户一样简单 而且还是完全 去中型化的钱包 今天就让我们在多数人 还没有搞懂的时候 向大家隆动介绍 我认为以太坊2.0以来 最重要的升级 ERC4337 以及全新的账户抽象 AA钱包 为什么它这么重要 它会带给币圈 下一次的爆发吗 让我们直接开始吧 一个币圈玩家 有三大最恐惧的噩梦 买在高点被套牢 填在交易所但跑路 以及钱在自己钱包 不要忘记死要 根据我对身边朋友的观察 很多人有投资 股票 外汇 但是对加密货币迟迟不放心 就是因为第三个点 你如果忘记钱包注记词 或者说私钥 密码 你会永远找不回资产 永远找不回 在主观上 已经够恐惧了 从客观数据上看 高达上千亿美元的比特币 跟数十亿美元的以太币 都已经因为这个原因 而石成大海 这个恐惧是合理的 讽刺的是 尤其在FTX破产之后 加密货币领域 唯一政治正确的声音 就变成了 你得鼓励用户 使用自己托管资金的钱包 当然 毫无疑问 无论FTX有没有出事 这都是我们探索 数位资产的终极目标 但现阶段 加密货币钱包的 去中心化属性 与背后机制 就让散户小白 得自行背负 自己犯错时 永远找不回资产的 单点风险 等于是你得告诉 约信托小白 你应该用钱包 自己托管资产才安全 同时 你也要对他说 对 你的助记词弄丢的话 没有人能帮你哦 大概克服也没用 并不说这个方案是错的 让每个人自己掌握资产 以及学会去中心化的金融工具 势必是正确且必然的道路 但对于一个 刚刚想体验 加密货币的玩家 这么高的学习成本 只会让人望而成却 所谓的理想很丰满 现实却是苦感 而现在 这个矛盾 可能要逐渐过度了 就在今年 以太坊的升级提案 EIP4337 已经正式审计完成上线 同时拥有Metamask的去中心化 还像中心化交易所一样 安心 使用便利属性的 加密货币账户 终于问世了 它背后的黑科技 叫做账户筹项 Account Abstraction 为了让部分 本来就对去中心化钱包 运作概念 略有了解的旧观众 能够完整理解 这个技术的神奇 我们特别编排了一段 讲ERC4337的底层逻辑 方便进阶的观众 能跟我一起赞叹它的神奇 而即使你是新手 相信我 整个概念 你还是能听懂 尤其影片后段 我会实测一款 已经问世的AA钱包 给大家看 你的惊觉 区块链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简单 让我们先从账户开始吧 我们都知道 区块链的账户 是由地址跟私钥 组成的钱包 但是你知道 以太坊区块链上 账户还分成两种 一种叫外部账号 Externally Owned Account 简称EOA 这种账户由用户托管私钥 对账户进行控制 可以主动发起交易 我们常用的MetaMask Cool Wallet 这些冷热钱包 都是属于外部账户 除此之外 还有第二种叫合约账户 Contracts Account 简称CA 它是区块链上 由程式码进行控制的账户 它没有私钥 不能人为直接控制 是被动的反应方 它的本质是一种智能合约 具有可编程性 可以执行更多复杂的操作 深入了解的话 你会发现相比合约账户 我们平时使用的外部账户 存在至少这四种问题 第一 进入门槛过高 新手需要对私钥 公钥 地址 Gas fee 等相关知识 有一定基础了解 才能开始使用 第二 资产风险过高 如果你遗失私钥 或者是私钥被其他人控制 这等于永久失去账户 及账户里面资产的控制权 无法恢复 第三 操作条件受限 每个小操作都需要用户手动许可 也就是重复的去签名 让效率低落 很多自动化的金融操作 是做不到的 以及第四 必须使用以太币作为燃料费 如果你不知道燃料费 Gas fee 是什么 可以看这部影片 它再没两年就要过时了 其实这个问题 看在我们所谓币圈人眼里 就说 本来就这样 你想要享有这个科技的好处 你得付出学习成本 但是看在华尔街经理人的眼里 看在你那定期定额买美股 呛烂你比特币买在5万的朋友眼中 这叫做毛这么多 难怪只有一小群人自海 有趣的是 这些痛点看似一个个都很为难 但却可以用一个方法 把它们一次解决 那就是让用户改用合约钱包 但问题是 合约钱包没有办法主动发起交易 也就是说 你虽然拿着合约钱包 你花不到里面的钱 那有什么意义 诶 Vitalik说话了 不如我们想个方法 把合约钱包跟外部钱包合而为一 让它像合约钱包一样 免于上述四大困扰 可以像你的小狐狸钱包一样 轻松地使用 岂不美哉 然而 知意行难 Vitalik Batarian早在2017年 就提出了这样的融合的概念 但几年下来的几个升级提案 不是升级的范围不够完整 就是涉及共识层逻辑的改变 难以实现 经历过几次测试网上的测试与讨论 终于 我们在2023年3月 迎来全新的以太坊标准 ERC4337 我们都听过的ERC20标准 是以太坊上统一加密货币 发行与转移规则的一套标准 而ERC4337 则是一套融合外部钱包与合约钱包优势的 智能合约账户 Smart Contract Account 俗称账户抽象的AA钱包 抽象这个词在电脑科学中 指的是提供相同功能下 减少程式码的复杂度 同样都是在区块链上完成一笔交易 我们用小狐狸钱包执行 系统背后的流程是 你支付ETH作为链上手续费 然后在MainPort等候大厅 等待矿工帮你打包 搜下你的ETH 帮你把交易记录放到区块链上 这就算完成一次买卖或转账 而使用AA钱包的用户 在用户端的感受 同样是完成一次买卖或转账 在后台却多了许多逻辑线 你发起的交易内容 会先转换成一个Operation 会有一个Bundler 帮你把交易请求送到一个 称为Entry Point的角色手上 接着这个Entry Point 会将用户的钱包发起交易 留他来出ETH燃料费 在这一步 你会发现AA钱包的好处之一 他帮你省去了额外准备ETH的麻烦 你通常还是要负担链上费用 但是你可以用USDT USDC等更好用的资产来付 有点像是银行转账 你要付15块台币的手续费 但银行不会说 你要先买我们的股票 或你要支付多少的零股 才能完成这次转账 先来讲讲以前Tree Line的Gatsby逻辑 对一般人来说 还真的是需要适应 除此之外 AA钱包还引进了另一个新角色 叫Paymaster Paymaster可以帮你在链上 支付这个手续费 未来用户甚至不只不用准备ETH 很多时候 连Gatsby这件事情 可能都不需要你烦恼了 因为完全可能有大公司 会全额帮他的用户 支付那些越来越便宜的Gatsby 就像我们现在使用Gmail 或者是部分网络银行转账的时候 他们其实也有成本对吧 但Google跟LinePay 却不会跟你收钱 更甚者 这次升级的革命性创举在于 AA钱包的账户 可以设置社交恢复 Social Recovery的功能 就像你现在办一个新的Gmail 才会问你 你的备用信箱是什么 以后你的钱包可以把家人的钱包 或是你自己的区块链小账 设定成你的守护者 在私要弄丢的时候 就可以透过这些账户 来把自己原本的账命找回来 是不是一整个区块链的钱包 要从Gmail的感觉 而最美妙的是 这一切都还是去中心化的 OMG 没有任何一个机构 Google Apple 币安或OKX 没人能冻结 或控制你的个人讯息 与个人资产 至此 你已经了解了AA钱包运作的逻辑与优势 过去几年的B圈经验告诉我们 想要做到免Gas fee可找回密码 一定是非常中心化的服务 但上述ERC4337的标准 却能做到 传统金融般顺畅 简单 又不用担心一不小心 忘记提款卡密码后 钱就永远遗失的风险 它现在是个新形态的区块链账户 但未来很有可能是人手一个 持续优化的AA钱包 当然在时间告诉我们答案之前 你只能透过过去的线索 去推交未来 我没有办法预言未来的区块链世界 AA钱包夺盛行 但我可以现在就展示一款 已经问世的AA钱包给大家看 好我们今天实测用的AA钱包是 OKX推出的AA钱包 你可能会觉得说 OKX不是一个中心化的交易所吗 它怎么也会出钱包 那你肯定是还没有看过这支影片 OKX除了在中心化平台 是全球全职民的大平台以外 在去中心化的钱包 他们也早就推出了 在好几个方面 都玩爆Metamask的多链钱包 非常值得了解一下 并且呢 在现在这个最新的黑科技 AA钱包上面 他们也是抢先推出了 那我们就立刻来实测看看吧 首先呢 在他们的APP点击上面的 这个web3钱包 如果你已经使用过钱包的话 点击你的账户 这边有个添加账户 你就可以选择 创一个正常的去中心化钱包 或者是创一个智能合约账户 可无限拓展的AA智能合约账户 那点下去之后呢 你会发现说 就几秒钟 其实就添加成功 你看我这样已经添加出第四个了 我录制之前已经有多试过几次了 好那我们就AA帐户01 因为这个我已经转钱进来了 那OKX的AA帐户目前它还没有上线 你如果弄丢私钥可以找回来的功能 这个他们预计应该是今年年底之前就会上线 不过呢 我们依然可以实测 AA钱包实现的另一个有趣的功能 就是你不需要付ETH的gas fee 那其实同理可证 如果你是在polygon链上 你原本是要付Matic 你使用polygon上面的AA钱包 你就不需要付Matic这个币 你可以转而使用USDT或者USDC 来当gas fee 我们就来实测看看 像现在我这个钱包里面 只有USDT跟USDC嘛 那我们试试看我去DeFi 我选择找一个可以投USDT的池 那我要认购这个USDT 比方说我想要认购100USDT 下一步 DeFi的流程 我选择认购的时候 正常来说它会交你付Matic币 你会发现说我们这边支付的币种 可以选择USDC、Matic或者USDT 正常来说gas fee你只能选Matic 但现在我们可以选其他不同的币 假设说我们这边就使用USDT来当gas fee 确认 扫一下我的FaceID 然后就认购完成了 就是这么的简单神奇 而且非常贴心的是 OKX从9月份到10月5号之前 使用USDC来支付gas fee的话 它有补贴 就是说你单笔的gas fee 如果是低于5USDC的话 你甚至就是一个零gas fee 使用链上服务的情况 所以我非常的神奇 非常期待未来他们找回私钥的功能上线之后 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一定非常有趣 以上就是OKX AA钱包的实测展示 很可惜他们的找回私钥的功能还没有上线 但它非常简单的创立 以及可以使用非该供链原生代币 来支付gas fee这两个非常有趣的功能 已经完全可以体验了 很多人都在等什么时候会有区块链的iPhone时刻 就是说区块链能够真正做到大众普及 但我觉得帐户抽象的AA钱包 很像是已经展示了区块链的Gmail时刻给我们看了 虽然说这是今年3月才通过的标准 所以多数的AA钱包都还是早期阶段 要完全整合现有的DeFi跟传统金融 还需要更多的项目方 Bundler还有Paymaster逐渐整合 距离终极体的出现还需要一段时间 但是我几乎已经可以想象 30年之后的小孩子 看着我2021年介绍区块链钱包的影片 很有可能就像我们现在去看1970年代的人 介绍电脑的影片 那样的感触 虽然说只有时间能证明 区块链会不会走进大众使用的环境 但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情十分难以想象 才更令人期待它未来的发展 好以上就是AA钱包的实测内容啦 如果这支影片有帮你理解到AA钱包 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们点个0.3秒的赞 因为这支影片是我记忆中 继一年前那部马丁格尔的影片以来 我花最多时间调整跟加减内容的一个影片 因为我是真心觉得这个升级实在是太屌 希望真的能够帮助新手小白提早理解它 那如果你感兴趣我推荐你用影片下方说明栏的连结 尝试一下OKX的WEB3钱包 以及它的AA帐户 留言区告诉我是不是跟我实测的一样简单 那旁边的OKX交易所连结 则是享有20%手续费优惠的中心化交易所的账户 OKX给我们的观众独家补贴 是只要2023年注册并完成KYT的新用户 每个月都会抽10位送出20USDT 所以你只要还是今年看到这个影片 就都来得及 这也过不亏吧 好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 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比特币潮在掌 我是老哥 我们下期再见 Peace 应该怎么样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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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7 B3 B7